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杨旭 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为爱而生 周大生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 文化大事看头条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中国AI盛典研讨会11号在北京举行 2024中国AI盛典作为首个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国家级科技盛宴 充分汇聚AI领域的前沿技术 企业 人物和创作力量 激发媒体加科技加艺术的融合效应 打造具有时代感 科技感的视听艺术新样态 展现当前AI发展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与最新实践 呈现AI在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元的应用 节目于6月28号在央视综合频道 央视频 央视网等平台播出后 引发业界和海内外高度关注 与会嘉宾表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坚持向科技创新要生产力 紧跟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探索打造总台文生视频大模型 推出的首个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国家级科技盛宴 2024中国AI盛典是总台持续深化 5G加4K 8K加AI发展战略 积极推动新制生产力转化为媒体传播力的又一重要实践和创新探索 进入暑期 博物馆的热度指数不断升温 在线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 6月以来 博物馆搜索热度环比增长61% 其中搜索量排在前五位的城市 分别是西安 北京 上海 成都和武汉 30岁至35岁的搜索用户占比最高 陕西历史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等 均为关联热搜此组 为进一步提升公众文化体验 国家文物局近日发布 做好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 提出重点场馆 热门场馆 可根据实际情况 通过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策划云展览 云直播 云教育 以及流动展览等方式 更大限度满足观众参观需求 目前 首都博物馆 北京艺术博物馆等 北京部分文博场所 已发布暑期延时开放的具体安排 与此同时 全国多地博物馆 如南京博物院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西安博物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 也已经发布暑期延时开放公告 上海有45家博物馆 与暑期周末晚间 开展博物馆奇妙夜活动 让参观者体验 特展加活动加文创 加社交加生活的 综合性博物馆奇妙夜 江苏公布近600项 暑期系列活动内容 推出10条省文博场馆 研学油精品线路 近年来多部爆款舞剧 破圈传播 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中国歌剧舞剧院的 孔子 李白 赵氏孤儿等 多部作品 那也是火遍了海内外 作为领先主演的 青年舞蹈家胡扬 开始从台前 转型到了幕后 单纲导演 近日由他首次指导的 舞蹈诗剧《九哥》 在北京首演 这部取材自屈原的 浪漫主义诗篇的作品 选取了东军 山鬼 何博 乡军 乡夫人等形象 以写意的艺术风格 将观众带入到了一个 自由 瑰丽 绚烂的 中国神话世界里 关于《九哥》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九哥》李诸神 其实给我读完的感受 就是我读到了《屈原的美》 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好的载体 可以让我们借树开花 就是说可以借用它的意向的语意 来描绘一些 我们今天想要体现和关注的一些事情 吴阳 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青年导演 曾在多部传统经典舞剧中担任主演 《九哥》的声援 《九哥》的散播 《九哥》的名田 《九哥》的散播 《九哥》的散播 因为我演了这么多舞剧 都是有故事线 明确的人物关系 戏剧冲突 我也想试探一下 在没有故事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看电视 2024年3月 舞蹈诗剧《九歌》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建筑 青年导演胡杨 携手李依然 苏鹏 王思龙 李彦超 张翰 耿子伯 冯满天 等国内知名舞者及音乐人 与张小川 张萍 杨帆 刘庆林 肖丽和 杨东霖 贾雷等主创 共诗才华 倾力创作 屈原写的《九歌诸神》 也不是屈原创造的 而是那诸神本身就在 已经是很久远地刻在当地的人民的生活的印记当中的 屈原只是加以整理和自己的创造 借诸神形象写他的心境和他要表达的东西 《九歌》是楚词的片名 原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 《战国楚人》屈原对其进行了重新创作 《九歌》共十一篇 《东皇太一》 《东皇太一》 《云中军》 《湘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东军》 《何伯》 《商贵》 《国商》 《礼魂》 他实际上里面讲了八个神 然后其中还有国商礼魂和《东皇太一》 《东皇太一》实际上是没有出现的一个神 《沐江于西上皇》 讲的其实是祭祀活动中的一种场景 大家在迎接一个叫《东皇太一》的众神之神 那这个神是什么 他可能就是道吧 他可能是规律 武岛以混沌初开的《道生万物》为开篇 共塑造了七位神明 东军 云中军 山鬼 何伯 湘军 湘夫人 以及司命 分别代表着日月 山河 阴阳 死生 《东军》我没有创造一个具体的生命形象出来 主要用的群舞在表达一种 从混沌初开万物生长的这么一个生命的萌发 一个这样的动态 导演胡杨用长镜头来形容自己的这一次创作 一镜到底的宇宙之眼 穿越混沌 历与日月 放眼山河 一对盼而不见的人士夫妻 在湘江边持神遥望 岂之不来 无限惆怅 最终 所有的生命都消失在时间的仪轨上 为了更丰富地呈现实践的主题 这场想象力所能抵达的舞蹈之旅 特邀音乐人冯满天扮演四命 为什么要请一个音乐家来参与 我是觉得音乐就是时间 音乐典型就是一个时间的代表 音乐就是对时间的处理的具体反应 才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 什么叫节奏 节奏不一定是音乐的 但一定在音乐之中 但昼夜也是节奏 春秋也是节奏 生命的过往 春夏秋冬又一春 都是节奏 这难道不是一曲交响吗 这难道不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吗 关于时间 两千多年前 世人屈原也曾多次面向宇宙 追问时间的源头 天河所踏 时而燕分 日月安属 烈心安沉 那是中国人最初的宇宙畅想 居原在天文里说 上下卫星何有考值 所以他就会 天地还未分呢 你从哪去考证的这些东西 你去怎么去捕捉的这些信息 这种像日轨这样的一个表达 它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向轮回 但每个人就被锁在这个圈里 好像一个计时器 生命的计时器 不管前面有怎样的爱情 不管前面想要怎样抱 这个修身旗家治国平天下 但最后就是时间这一下 扫过 白云苍狗 能够丈量我们人来过的可能只有时间 除了时间 我们一无所有 在山鬼与何博的篇章中 山鬼中日聚首山巅 通过不断地翻滚 挣扎 在富有张力的身体语言中 表达对外部世界的困惑 表读了一些山之上 云融融蟹而在下 它在山鬼这一章里面 也有一种这种孤独的 然后我会想起苏氏 说高出不生寒 在我感觉就像一个囚徒 但是一个自我的囚徒 截然不同的是 何博中日随河流奔腾 在内观的世界里逍遥自在 这两个人互为新颖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山跟河的感觉 特别有出世和入世之间的这种 自我的冲突 就中国所有的文人吧 就是 就是他的张口山河 闭口山河 这个山河就是他们对这个家国 最大的情怀和最大的精神追求 我曾经演过的孔子如此 我演过的李白依然如此 就是他们原来在这两个 进城世界中徘徊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用山河来比拟了这样一种 一个接近于像屈原这种气质的山鬼 他的这种对家国的情怀 那么何博我觉得又代表了庄子的 另外一个心境 可能是浪漫的 自由的 逍遥的 在这种地图里面 就用山河来比拟了庄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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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这种地图里面 好 作词 或训练 的舞蹈诗剧凝聚了导演胡杨 作为舞蹈演员十余年的经验 和人生思考 在舞蹈诗剧《九歌》中 随着几位中国神话人物 一一出现 灵动的舞姿勾勒出一幅自由与徘徊 思念与等待 轮回与更替的浪漫图景 神生于心 皆因我们对万物有情 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 神存在在我们心中的意义 可能才是当年的先民 创造这些神的意义 可能才有了 我们跟神之间的 这种呼应和关联 所以我就觉得 诸神就是众人 很可爱的一点 就是他跟我们 其实很近 很亲近的一个关系 在传统的舞台的表达观念当中 我们更多的追求的是 叙事本身 但是这部剧你会发现 它并不止于叙事 不从这个叙事当中 去找它的这种着眼点呢 就是因为它更多的 去关注舞者本身 就是东方舞蹈美学 所带来的那种 人们心灵上的这样一种 抵挡 近期有哪些热门的 影视剧舞台剧呢 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十分剧透 近日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游客爆满 博物馆官方不得已 发布公告 呼吁游客朋友们 更改时间 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火爆的原因 除了暑期忘记的来临 还源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家宝藏第四季的热播 6月29日 国家宝藏第四季第五季 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为我们讲述了 因江而新 因水而胜的 重庆巴渔文化 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 其实就是想去张开一个 多元一体的 中华文明的版图 我们其实有志于 把全国的博物馆都刷一遍 但是眼瞅着 就是我们做的 没有博物馆增长的速度快 国家宝藏 自2017年第一季播出以来 距今已有7年时间 这7年 中国博物馆行业快速发展 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 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268家 博物馆总数达到6833家 闯历史新高 我们现在等于是通过 第一季 第二季 做的都是各个省的博物馆 第三季做的是 九大世界文化遗产 然后到第四季的时候 我们又回到了 省代表博物馆的 这样的一个序列上 他们是 从八红与同轨 呈圣志自炎黄 故宫博物院 天津博物馆 吉林省博物院 安徽博物院 福建博物院 江西省博物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青海省博物馆 香港康厄级文化事务署 九座保存文明密码的保库 九座链接古往今来的金粮 国家宝藏这一季 中心的首席科学家过来来讲 然后通过去讲我们现在的这个原子中 中国对于北京时间的把控有多么精确 这件头无地露象征着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时间 从这一张特别的宇宙年历 我们会感到我们非常渺小 汤刚的守护人 江边加措 十台孝经的守护人 我们希望各行各业的这些专家学者们 各行各业的人走进博物馆 我们都能在博物馆的文物里边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业来时的路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通过探寻奇风六篇 李小龙黄色战衣 平山邓足祝寿贺帐 三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为观众展开一幅扣人心弦的香港历史画卷 网友热评香港绝不是文化历史的沙漠 香港的历史文化同根同源且一脉相成 共同书写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壮阔史诗 通过第四季的这九家博物馆 通过这二十七件国宝 向所有观众张开一个世界 中华文明究竟能够为人类的未来 提供哪些根植于血脉的智慧和力量 所以我们这一季 这是我们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和思考 是面向未来的 相当于原来是前世 今生 今年我们的视角更加的增加了未来的视角 前世 今生 面向未来 国家宝藏第四季目前已打卡六家博物馆 接下来来自安徽博物院 青海省博物馆和吉林省博物院的文物 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文化十分 人生满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